他是中国历史上下场最惨的太监 两个儿子被人活活摔死 自己惨遭五马分尸 死后又被一灭三足 有人说他是旧游自取 也有人骂他丧心病狂 却唯独没人怜悯他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能令人如此的憎恨呢 老爱 起初的时候 不过是秦国相邦吕不韦 门下的一个普通社人 平日里主要去吕不韦 驾驾车养养马 如果不是吕不韦的一念之差 他也许就埋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了 十三岁的嬴政做了秦毛 由于年纪还小 秦国的朝政就由吕不韦和太后赵姬共同把持 一朝大权在握 二人压抑多年的情感 竟在一瞬间死灰复燃 然而好情不长 年轻的赵姬正处在虎狼之年 而吕不韦却日渐沧桑 渐渐的不堪重负 再加上嬴政一天天长大 吕不韦真的担心 有朝一日东窗事发 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于是就决定不再同赵姬私混 只是赵姬这耐不住寂寞的女人 怎么会轻易放过吕不韦 吕不韦这下进退两难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他只得另辟蹊径 不久以后就发现了身边天赋异禀的奇人烙矮 这烙矮虽然只是吕不韦的一个射人 可他身有长忌可以转动车轮 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绝技立即吸引了赵姬 经过他和吕不韦的运作 烙矮被拔了胡须和眉毛 冒充太监进了宫 来到了赵姬身边 从此和赵姬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按理说 事情到了这里应该是皆大欢喜的 旅不韦成功脱身 赵姬找到了新欢 可谁也没有料到 事情渐渐的不受控制 这家太监烙矮真是厉害 让赵姬挨得死去活来 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韦 替烙矮生下了两个儿子 对烙矮也是越来越偏听偏爱 烙矮见状趁机怨说秦王嬴政 封他为长信侯 被灌了迷魂堂的赵姬 稀里糊涂的替烙矮办成此事 烙矮封后之后 以山阳 也就是今天河南交作东南 为其居住地 以河西太原郡为其封地 所得赏赐异常丰厚 雍城的一切事情皆绝于烙矮 宫中事情无论大小也均绝于他 家中同步宾客多至数千人 投赔烙矮球官的宾客社人 竟也达千余人 昔日里身份低微的太监 摇身一变成了在秦国 地位和权势仅次于相邦吕不韦的存在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已经离死不远了 什么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 看看烙矮就知道了 他黑了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 还让赵姬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又促使嬴政封他为常信侯 可以说是妥妥的人生巅峰 春风得意的他开始膨胀 自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在一次酒宴之上 竟然自称是嬴政的贾父 还想让自己和赵姬的儿子 取而代之成为秦国的大王 此事传到了嬴政的耳朵里 秦王嬴政又羞又恼 暴怒之下派人密查 果然发现了烙矮并非真正的太监 嬴政等还没有出手 烙矮就先跳了出来 他和太后赵姬密谋 偷取嬴政的玉玺 趁嬴政去进行惯礼时 鼓动门客和军队发动政变 诛杀吕不韦和秦王嬴政 烙矮实战战甲手拿长矛 让魏魏召集率领王成瑞士 攻入张台先除去秦王的儿子扶苏 让董基带人包围 蒙武王姐和李斯等人 随后还让秦玉 接管离山大营的五万兵马 直奔雍城进攻秦王嬴政 可谓是诈谋奇迹 秦王此时虽然才二十出头 但并非等先之辈 面对烙矮的叛变 他丝毫没有害怕 携手吕不韦迎戚和蒙田等人 一起全力抵抗烙矮的叛变 为了鼓舞士气 他又下令 凡有战功的军败绝后赏 宦官参战的也败绝一击 重赏之下 王师士气大振 烙矮经数百人被杀死 烙矮也身受重创 烙矮的军队大败 与死党仓皇逃亡 秦王嬴政又通令全国 升进烙矮者刺减百万 杀死烙矮者刺减五十万 烙矮及其党羽被一网打尽 恨烙矮入股的秦王嬴政 毫不犹豫的车裂烙矮 并将其一灭三足 烙矮的死党魏未接 众大夫令其等二十余人销售 追随烙矮的宾客舍人 最轻者发作鬼心 最重者四千余人 败官夺爵流放霸数 对于母亲赵姬 秦王嬴政失望透顶 我从小就和你相依为命 你却为了一个假太监 背叛我们的母子亲亲 为了你和他的儿子 你又要杀我令你兴亡 既然你的心里 已经没有我这个儿子 那就羞怪我绝情了 烙矮和赵姬东窗事发 秦始皇暴怒之下 将烙矮无马分尸 又抓来他和母亲 赵姬的两个私生子 令人将幼子装入麻袋中 抛到空中活活摔死 那一刻秦王嬴政 恨不得将赵姬一并杀死 然而他毕竟是自己的亲马 嬴政只得强压怒火 将母亲逐逐咸阳 囚禁在冷宫之中 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嬴政又趁热打铁 借此事将吕不韦牵连在内 罢出了他的丞相之位 逐回自己的封地 不久以后又下令 将吕不韦全家流放巴蜀 被受打击的吕不韦 绝望之下隐震自尽 嬴政以雷霆万钧之势 处决了烙矮囚禁了赵姬 顺带着还把吕不韦的权力 给收了回去 终于把秦国的大权 牢牢地把控在自己的手里 就在他站在台前 静静地享受着罪人的阳光时 一群大臣却跳了出来 目的只有一个为赵姬求情 在大臣们看来 嬴政此举大捏不到 虽然赵姬有过错 但嬴政这种处理结果 明显是有为孝道 嬴政怒不可遏 直接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敢以太后式建者 路而杀之 不过即便如此 先后供与27位大臣 去劝谏嬴政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都被斩首示众 就在众人面面相去的时候 毛娇出现了 并且扬言 自己愿意做第28个人 于是进宫去劝嬴政去了 毛娇说 我知天上有28星宿 这次来就是凑足那第28位的 显然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利剑的 因此他直言秦王 杀死了自己的甲父老癌 摔死了两个弟弟 囚禁了自己的母后 是不孝不义 天下人都会惧怕他 失去了民心 这与伤斗王有何区别 对一统天下不利呀 说完就脱着衣服 等嬴政来杀 然而 当秦王听了他的言论之后 马上放下手中的剑 走下了台阶 亲自去扶起毛娇 并感谢他提醒了自己 进而决定迎回太后赵姬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秦王嬴政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 立威杀了27名大臣 他自己心里也很痛 也明白会引起朝廷的人心浮动 但是他又不能承认自己太残忍 更不能说自己错了 所以当他杀了27名大臣以后 他也知道绝不能再开杀戒了 不然就会含了各位大臣的心 那么谁又会来辅佐自己统一天下呢 因此他见到毛娇 来劝谐自己时就戒魄下驴了 不但没有杀害他 反而接受了他劝谐接回太后 及时地挽回自己的声誉 得到了全天下人的心 得到了各位大臣们的支持 从而整装待发统一溜过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